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叼了一个南瓜 特别特别沙雕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先说好不许笑了 就是我叼的南瓜 我本来想叼一个面目猙獰的南瓜 结果这里掉了两颗牙 就变成特别特别沙雕的南瓜 哎呦 我家人笑死了 那上一年的万圣节呢 我用南瓜做了一个派对鸡尾酒 非常的好喝 如果今年你缺乏ID而不知道喝什么的话 赶紧翻到上一年那期万圣节特别去看一下 保准好喝 那喝到我们安排上了 那我们要吃什么呢 我们今年要吃生肉 你们期待的火腿配酒来了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讲讲几种火腿有什么不同 以及应该搭配什么葡萄酒最香的 这个帽子 我要封了 不得 上肉 我觉得这个人头真的 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有人打开的话 真的能下 那今天呢 我去超市选了三种我平时特别喜欢吃的火腿 我买了 COPA 风干猪颈肉 PSHUDO DIPALMA 泡尔玛 风干火腿 以及 SALAMI 辣肠 那这三种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来讲讲 COPA 风干猪颈肉 那顾名思义它用的就是猪颈肉 但是呢 它会先用红酒蒜头 以及其他调味料 进行调味之后呢 再进行盐子 风干 那风干猪颈肉通常呢 比其他火腿会比较贵一些 因为你想一想 整只猪那么大 就这么一点点的猪颈肉 哎 我也为什么指着我自己 所以呢 COPA 的价格会比其他火腿贵一些些 第二种我买的是 PASHUDO DIPALMA PASHUDO 通常来讲指的是风干猪颈肉 但是 PASHUDO DIPALMA 泡尔玛 风干火腿指的是 选用泡尔玛地区的猪猪和盐进行盐子风干 大概风干的时间是9个月到这样 年不等才可以叫做泡尔玛火腿 所以大家出去外面买 不要被骗了 那最后我买的是 SALAMI 通称腊肠 其实这个跟我们广东腊肠做法是差不多的 那原料呢 就是用猪脚肉加入一定比例的动物脂肪 再加入各种香料调味 像我今天买的这个腊肠是用黑胡椒调味的 所以会有一点点的辛辣味 调味了之后呢 他们再塞入长衣里面 那我们讲完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火腿 我们再搭配葡萄酒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这个时候笔记本拿出来 敲黑板 虽然这三种火腿用的猪的部位都不太一样 而且制作方式呢 有一点不同 但是为了这个肉的保质期可以更长一些 而且研制跟风干这个步骤是这三个火腿都共有的特性 所以 所以 这个给我记住了 也因此很多火腿都有非常非常重的咸味 就很不适合去搭配高丹宁的红葡萄酒 因为呢 咸味会把丹宁带到另一个层次 本来丹宁已经很色了 但是那个咸味能激发更加苦涩的味道 是色到发苦 所以呢 大家不可以用火腿去搭配丹宁特别重的 比如说赤霞猪肝红 以及希拉肝红 那么什么可以来搭配火腿呢 就是那些特别平易近人的葡萄酒 买那些年轻便宜果味重高酸的葡萄酒 来搭配就最最合适了 那么今天呢 就根据我讲的那些条例 来搭配这三款不同的火腿 首先呢 我们来试着搭配 COLPA 风干猪颈肉 那么风干猪颈肉是我们今天火腿里面 油腻感最重的一款 所以呢 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解腻生气气泡酒 而且意大利火腿呢 就是要配意大利的气泡酒Perseco 那通常呢 气泡酒都会有比较高的酸度 所以呢 能很好地解了腻 而且呢 这个气泡会激发肉里面的香气 我们来吃一口肉 有很重的咸味 但是那个油脂在你口腔里面爆裂 来试下搭配酒 这个肉现在在我嘴里就是甜肉 特别的甜 看到你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油腻 嗯 这个搭配实在是太棒了 COLPA 风干猪颈肉来搭配意大利Poseco 真的是绝望 那第二个我们要试着搭配的是Pasciutto di Parma 那我今天搭配的是白湿南Shin in Blanc白葡萄酒 白湿南呢 是南法一个特别的品种 它的特性就是高酸 酸到你流口水 我觉得它的酸度在白葡萄酒里面肯定是第一或者第二 就是无人能及的酸 所以呢 它特别好的综合了这个Pasciutto的咸 因为我觉得Pasciutto在所有的火腿里面算是比较咸的一种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搭配 哇 这个酸 现在这个Pasciutto在我的嘴里就不是咸了 是甜 因为这个酸很好地盖过了这个咸味 但是带出来呢 是更多这个猪肉的香甜 大家如果有对白湿南这个葡萄品种感兴趣的话 在宫廷给我扣衣 我下次呢 可以专做一个节目讲一讲 白湿南Shin in Blanc世界上酸度最高的白葡萄酒之一 那最后呢 就是蜡肠沙拉米 那这个蜡肠呢 它带有一点辛辣的味道 黑胡椒的味道 它呢 就特别适合去搭配丹宁比较柔顺 但是果味很足 最后呢 有一点点胡椒辛辣味的红葡萄酒 所以呢 我今天就选择了增分袋鲜粉袋来做搭配 我们来试一下 一口肉 一口酒 晒过做生鲜 首先 就是不斜了 就是这个蜡肠它没有单吃那么咸 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的带出了鲜粉袋里面的红果的味道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尝试这个搭配 因为这个蜡肠它本身有点辣 而且鲜粉袋它后味有点辣 所以是双重辣味 辣辣辣 给你的口感有一个很大的刺激感 那么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最想尝试的是哪个搭配呢 是意大利Poseco来搭配风干猪井肉啊 还是我们的超级酸白湿呢 来搭配我们的帕尔玛风干火腿 还是我们的腊肠 来搭配果味十足的鲜粉袋红葡萄酒呢 在上方抠一二三 告诉我吧 如果你有火腿搭配其他酒类的建议 千万不要吝啬在下方留言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酒鬼们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 下期节目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期 所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薰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